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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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咋的了 跳太猛了 想吐 爸 你说你个养猪的咋这么喜欢跳舞呢 什么话 那你妈都走20来年了 我一个人喂完猪我不跳舞 我干啥呀 那你天天早上起来喂完猪 先来段民族舞 晨练 中午喂完猪来段现代舞 舞练 晚上喂完猪又跳广场舞 黄昏练 黄昏练 不是 就是黄昏的时候再练一段 你现在啥音乐你都能跳 那就前两天 咱猪圈里那两头猪干账 你愣是个前面跳了段街舞 不是 那能怪我吗 那他俩干账 那焦点太有节奏了 跟电影似的 那我能受得了吗 你再说了 你这跳舞多好啊 不但锻炼了身体 还跳出了活力 你说我现在多年轻啊 我这一出门 人都管我叫大哥 大爷 大爷 什么时候点菜 你管谁叫大爷呢 老妹 你也咋了 说啥呢 看好了啊 这个是我女儿 小伙你好好想一想 你应该跟我叫啥 老丈人 起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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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那个人还没到呢 一会儿那个再点菜 去吧 好的岳父 老娘 我好像把你架了 爸 你先别跟我闹了啊 我跟你说正事 一会儿来跟你相老伴的 这个邹阿姨啊 人可好了 长得有喜气 你可得把握住了啊 放心吧 闺女 等一会儿见面 我杀你先给她来到拉丁 我杀 我一下子就生服了 爸 不能跳拉丁 不喜欢拉丁啊 来到电影也行啊 行 不能跳舞 养猪的事也不能提 那我不提我养猪的 我说我干啥的 你就说你是做企业的 那不是骗人吗 那怎么能叫骗人呢 我们家那么大个养猪场 那不也是企业吗 也是 放心吧爸 我这不都给你选包房里了吗 肯定没有音乐啊 行 只要没有音乐 我肯定能挺住 好嘞 我考上节奏呢 哎呀 人来了爸啊 我拿着去啊 哎呀 哎呀 阿姨你来了 不好意思姐娘 路上有点堵 来晚了 哎呀 不晚不晚 我们也刚到 周阿姨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呀 是我爸 爸 这是周阿姨 我拥抱着 等在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 别跳了吧 这咋没有音乐还扭着了呢 我看着他那一刻 我心中就想起了音乐 先别想了哈 只要你今天不跳舞 不提猪 这事就能成一半 明白了 我不跳舞 我不提猪 我不跳舞 我不提猪 你好 我是舞猪 你好 大哥那你到底是姓我 还是姓主啊 我爸在家排行老五 属猪 对 我姓方 武术大侠 方是一对方 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姓周 拳击冠军 周世明的走 周阿姨 快坐吧 坐 坐 坐 来 坐吧 快坐 来 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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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你坐 没事 你点菜 那您看你想吃点什么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我们这什么菜都不拿手 一般都用筷子 谁问你咋吃了 我说你们饭店什么菜做得好 对 我们这以川菜为主 您可以尝尝我们这的辣子鸡丁 很有特色 另外 我们饭店使用的东西 富红飞转金大豆油 让您吃得健康 吃得安心 啊 喂 我这点菜呢 一会儿给你回啊 我说你们现在上班的时候 手机不能调成静音吗 我们这人听不了音乐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点完菜就调啊 喂 喂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一会儿给你回吗 我们这有人听不了音乐 你不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啊 他说他也不知道 现在就给我调成静音 好嘞 调完了 调好了是不 一会儿要是再想 我去把它摔了 放心吧老妹 来吧 点菜 来份水煮鱼 水煮鱼 辣子鸡丁 辣子鸡丁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翘莲白 翘莲白 子阿姨您看看 您还想吃点什么 不用了 点多的浪费 不够吃再点 行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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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美啊 我到了 见着面了 放心吧 一会儿我就回去 我闺女 老妹 这回不是我的想 我知道啊 我这不是怕她一会儿想吗 放心吧 她以后也想不了了 我陪你一个不完事了吗 这事整的点个菜 还打个手机 大哥你是做啥工作的啊 我是做企业的 啥企业啊 啥 我是做 副食品原料活体培育的 哎呀大哥 你这职业我都没听说过呀 那这规模得挺大吧 那可不 300多头呢 啥 人头 对对对 300多人头 哎 这300多人头得挺不好管理吧 哎呀好管 那倒点胃就行 那不会说不行啊 不会真恰恰啊 恰恰 那个阿姨啊 我爸培养的这个是狼性团队 都得争强起来 姑娘你净扯 那狼方里头真一行不百干了吗 狼肯定没有啊 但是我门口养了条狗 那也是狼狗 这市区上养狼狗吗 不在市区啊 可聊钟呢 那这300多人来回往返能方便吗 不往返 公吃公住 哎呀大哥 那听你这么说 你跟你的员工出去都跟一家人似的啊 一家人 肯定是达不到了 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他们看着我都可开心了 摇头晃脑的 那个大妹子 你有啥爱好啊 我平常就是种个草 养个花 看看小说 Państwo 弹琵琶 哎呀太好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 真希望能听你弹上一曲啊 他哎呀爸 你看今天也不合适 邹阿姨也没带琴是不是 是啊 谁除了吃饭还带琴哪 改天再给你弹 不用改天的 我们这有 你知道啥琴 我们要琵琶 巧了 别的没有就琵琶 怎么你们饭店还有琵琶 我们老板娘喜欢琵琶呀 你们老板娘的琵琶 那还得特意去取 就不麻烦了啊 麻烦啥呀 你看这人 这不搞这儿呢 阿姨 真没想到 这饭店还能有琵琶呀 这不弹都不行了 我调调鞋 来来来来 行啊 处处堵我是吧 包房里有琵琶 你们咋不等个乐队呢 您的宝贵建议 我们会好好考虑的 我谢谢您啊 不用客气 为客服服务 是我们应该做的 琵琶 琶琶 她要是弹琵琶了 我是不是就能跳舞了 爸 不行吗 不行 那我听说音乐我受不了啊 爸 你必须得控制住 大局为重 这样的啊 你把手呢 坐屁股底下 我按着你啊 来来来来 能行吗 调好了 那我就现丑了啊 哎呀 外来大妹子 您弹的真是太好了 有这么好吗 好啊 我仿佛都到家了 我都 你怎么听我弹个皮 还到家了呢 那个阿姨啊 我爸那意思是你弹得好 好到家了 爸 别激动啊 阿姨弹得是好 但是咱得先吃饭 是不是 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 吃饭吧 吃饭吧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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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吃饭之前吧 他有个习惯 他得先活动一下舌头和口腔 十里香 啊 这么回事啊 那行 那咱也快吃饭吧 来来来来来 我怎么听你俩弄完 我不想吃呢 那个 大妹子 你看咱也聊这么长时间了 你觉得我这个人咋样啊 挺好的 人也实在 最主要是幽默 那咱就处处 处处就处处呗 哎妈呀 太好了 畜生了 爸呀 太好了 爸 畜生了 你说这关咱算是顺利通过了吧 不能再有啥意外了吧 放心吧 爸 有我在呢 别说这点小音乐 就是来个乐队 我都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 哎 太好了 姑娘 乐队来了 你开整吧 美女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你们是想啥意思啊 您不是建议我们组队吗 乐队 组来了 你们是没事闲的 来 没事闲的乐队 给大家拉一段 不是 那个不用再练练吗 不用 走曲 再开门 我自动不了了 停 小芳 你爸这啥毛病啊 我爸他跟你出贪性他高的清晨 大妹子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这个人啊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 那孩子他妈走这些年呢 我一个人待着也没啥事 苦闷的时候就愿意跳跳舞 这不就越跳越爱跳 越跳越敢跳 现在已经到了逢曲必跳 每天必跳的程度了 还有其实我那个企业 就是养猪场 那你那三百多员工 哪有员工啊 都是猪啊 怪不得的嘛 我说你吃饭的时候 那你说你跳舞就跳舞 养猪就养猪呗 你瞒着我干啥呀 这不是 这不孩子跟我说 你喜欢看书 喜欢静 怕咱俩爱好不合 也怕你看不上我 想给你建立一个好印象吗 你这孩子这事办的 阿姨我就得说你两句了 你爸辛辛苦苦把你拉扯这么大 他容易吗 他有点爱好 你应该支持啊 再说 养猪怎么了 你爸不养猪 人人人都不养猪 以后炖孙恩菜上哪儿找排骨 上哪儿找白肉 上哪儿找血肠 那孙恩菜它得多孤独啊 这以后东北就没有杀猪菜了 大妹子 我听明白了 你是卖孙恩菜的吧 不是不是 我想说你到底烦不烦我跳舞啊 我烦啥呀大哥 我老头子走了以后吧 这家里就一直空落落的 我就趴劲 这才开始学的琵琶 你要能折腾啊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哎呀那太好了 那你弹琵琶我跳舞 天天算在动排骨啊 改名啊你也叫掉我说 回头咱俩一起跳 那改名干啥呀 咱现在就跳呗 哎呀爸这包房里也跳不开呀 姑娘你说得对 真的咱们去大庞跳 正好乐队也在那儿的 是不是 咱们热热脑脑的啊 走曲儿